请订阅我们的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我们的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我们的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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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的主题呢 是成功的测试失败 Fail test successfully 由Keith Young来主讲 那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那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成功底測試失敗 我是Keith Young 很高興來到排康台灣2021年跟大家分享這個獎題 先逛逛這邊跟測試一些場景吧 最近團隊的coverage不正常發揮嗎? 從90%提升到93% 那其實在我們輸出暗行的資碼裡面算是相當不容易 那在我們數千個測試裡面 升級個老舊套件就有100多個測試表 還有5000多個測試 Jenkins有沒有好好工作呢?最近有100 最高有100個人在工作 很棒 認真的在 資資源 不用資源 那這是我們Github上 發 pull request 時候的樣本 我們把一些專業期待寫上去 就是當作 團隊常見的基本 手線 那有call的邏輯就希望有對應的程度 就想要加了一個東西 沒有看到車 就很怕 或是說有動到地域 migration 那是不是要考慮到這是可能的狀態呢? 因為我們現在資料量蠻大的 所以不小心要跑很久 migration 就有點刺激 在 pull request 裡面比較能看到這個 設定值到底是不是對的 因為他就改了一個 那到底誰能說他是對的呢? 那我是Gith Young 那我是Gith Young 現在在 I-SHIFT 當任的 Debugging Engineer 因為是台北打拍了共同串判斑人這樣子 那有一點興趣閱讀、電動、滑板、 3、2、9、1、2、3、3、3、4、3、4、5、6、5、6、6、7、8、7、8、8、9、9、4、80、8、10 1,0 irshave是在做一個Pose 公司那這個Pose在餐廳裡面 店家點東西呀 例如說 啊 沒有提供線上訂單 那我們 通過會員資訊啊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庫存啊 印單、出單也是我們的 那還被打拍的就是疫情休息中 看面積有沒有機會再辦一場 那回到這個講題的assertion 那關於這個講題 就是剛剛他是有提到測試啊 PyTest,Unitest跟Mark 那不會講他們的how to 那會講一些courage跟parameterize的使用 那也不是how to 那也不會提到 然後會帶點僵固跟web kill 但也不可能是how to 那也不會提到怎麼測micro service 不會提到怎麼測data pipeline 那這些都比較偏向整合型架構測試 那還有也不會提到 像hypothesis這種幫你測試資料的framework 那這些都可以另外開一個講題 那像這個光出一個PyTest就可以開工作坊了 那這個博大精深那Meta為我們帶來 一層大家也可以去看 那測試的大幹如下 那測試的好處啊 再介紹一些工具啊 那再來看測到壞處 那怎麼把它測好怎樣 那剪接著測試帶來的好處 那這個講題的假設就是測試對身心好 對大家都好 那在組織裡面可能就會遇到一些點這樣子 那例如說組織對於產品的期待啊 對品質跟速度的期待啊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想要看關鍵價值 那什麼是品質要怎麼衡量 可以用好幾本書來回答啊 那這裡是跟開發有關的一些參考 例如說程式碼的測試覆蓋率 那Pore Request有多少人Review呢 那上線前各種QE驗出來的問題 上線後發生的問題啊 測試的數量等都很多 那如果覺得Coverage沒有辦法帶 沒有辦法這麼簡單就代表而已 其實它也不只是 軟體開發的品質也不會只是Coverage 所以其實有很多指標可以再去找出來這樣子 那如果只看上線後有多少問題 那其實算是一個落後指標比較 那測試在組織裡面的場景 欸 西海提報 Coverage掉了太多這樣可以嗎 那QA問說 欸 這個有Unit Test 那可以想像 可能這個功能 很難在整合測試裡面完成 那有Unit Test 大家都安心 那跟第三項整合 最怕聽到 這個只能在Polation上測 那API文件上有 但是 你在測試的環境測不出來 可怕 那簡單分享過去在 支援團隊引進 或者實踐測試的困難 那其實我覺得說服力是有限的 有可能有用也可能有限這樣 那一開始到了一間 先信用卡公司做紅利點數 那在Windows上辛苦的跑起 Jenkins 其實應該算蠻容易的啦 因為它這個規模小就一個人用 一個人的代理 那其實覺得也是有練到 那公司也會看到 也有機會看到說 什麼樣是一個軟體工程的測試 那到新創跟納斯達克上市的軟體公司 那那個新專案其實都有幫忙 建CII跑測試這樣子 那其實看團隊啦 那其實一切的目標都並不是要 為測試而測試 是想要又快又好 增加開發的信心這樣 畢竟老闆也不希望程式寫好了 上去不會動 那如果遇到 團隊或主管需要說服的話 可能想一下 他們能接受的點是什麼 那我自己 常常就是用Jenkins設定一個 很基本的CI 那開始做一些基本的測試 因為效率跟品質 其實是實作的一部分 它是可有可無 那真的很結合專案 其實也不用特別去說服 那事實應該會攤在老闆跟 就是欸 接下來剩一個禮拜 一年之間 剩三個月 那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老生常常就是 找隊組織、團隊跟人 就會比較簡單 接下來剪接一些工具吧 那我們這有PyTest Mark 那其實現在Mark 已經是派人內建的 是酷龍 用來仿制一些程式的行為 例如說 如果你每個測試都去呼叫 AWS S3的API 那就會很慢 就Mark了整個Class下面的S3加速 可以省評官跟 我們同時幫我們做一個 一個Mixing這樣 那PyTest簡介就是 用來很簡單的寫測試 用來很簡單的寫測試 就寫AWSS3 就可以用你想寫PyTest 等於等於 測試你也想測試的東西 那它會在出錯的時候 得到給你一些不用的資訊 那在Coverge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PyTest的套件 算出資碼的覆蓋率 那最後我們會用VCRPy 把這個錄下去的Request 把這個Request錄下來 下次就可以用錄好 不用每次都去 真的去call第三方平台 有一天第三面平台壞掉 那測試又跟著壞 測試跟YCI跟著壞 然後整個開發又被卡住了 就因為第三方平台的事情壞掉著 那我們還種了一些 PyTest Cove、PCR、Jungle 來做輔助這樣 那我們也有用GensPypeLight 那會同時跑 目前是平行跑八個測試的 我們會把 會用 我們同時會用Jupiter Notebook 去把它 排列組合出一個 每個測試跑起來差不多的時間這樣 這樣加速整個平行運算 會這樣子會在AWS上面開 GC2 Flash出來跑這樣子 那不是用PyTest S-Dist 那個我有測過 其實那個在我們的 做案下面沒有辦法加快多數 幾乎沒有 就是還有可能變慢 這樣 那我們目前正打算把一些 地方平台相應的測試 抽出來做Integration Test 後面會提到這樣 那接下來會測試 那接下來會測試 測試 沒有測試的壞處 跟怎麼測好 適當 那 iShape有一些優先等級的強度 那例如說P0就是當下 需要緊急 提完就會有關鍵的 就是你這個沒有選 不能上去 那P3就是主要的 那希望你能修好功能 上進後也要修好 那次要的話 可能就是 弓再修 到底誰弓了 那一個處理P0的測試 那這一個濃縮的很PyTest的例子 那這邊其實是Jungle 就是Unitas的風格 Setup 設置一些測試環境的資料 那測試名稱 取一個測試名稱 其實很難取 就是要怎麼測得 越清楚 越合情境這樣子 盡量不要去 取什麼TestEats TestLots 就不知道在測什麼 那 那這邊還有一些 跟測試相關的Setup 就避免什麼東西混在一起 大家 大家就會知道 這個可能是這個測試 才會用Setup 大家就比較容易 知道這個情況 那這邊有用VCR 要拍錄下第三方的Request 不用連網 那懶得先 PyTest 一下 那這邊提到我們 有採過的 就是GraphQL 它其實會需要 GraphQL加Body 就是我們常常會 改變Body來 改變它的 應該說參數吧 GraphQL的參數都放在Body裡面 如果你這邊沒有看Body的話 你改變參數的時候 它可能就沒有上一次 就可能用舊的VCR這樣 像我們同時就會有這個B格加上去 那直接額色 預期的固定值 也是一個很棒的解法 因為這樣你才不會 欸 怎麼 送哪邊程式值保留 如果值改變的時候 你也看得出來 那你可能會幫自己 或同時註覺一下那個值 那另外一種不用註覺的寫法 其實也蠻不錯 就是能夠寫出不用註覺 就能讓人看得懂的程式 那些正常的功能 一般的開發其實很推薦 但是 程式碼就是 很好讀這樣 那可是在寫測試的時候 我就避免 再寫是原來的程式邏輯 如果你的測試很複雜的話 你可能想一些 是不是 會兩邊一起錯 因為這邊又寫 要測的程式了 那 其實 那 到底是來測這一段程式 是不是對的呢 譬如說 你可能用計算機 算出一個固定值 然後 那這個出零 批零的測試 其實想表達 跟平常寫測試一樣 情況允許的話 不要因為 著急而超過測試 那 在我們的這個例子 就是 欸 有個第三方平台 可能不太會算台灣的稅 因為 稅 有點 當然 我相信 稅就是一個複雜的事 那 再急也要先確認規格 跟 在什麼時候怎麼修 這樣子 那 修完也會請QE再驗證一次 因為 真的會測到現在意外的部分要修 這樣子 就算再急也是要先行 那 這邊想要看的主要是速度跟品質 那 假如有在QE驗證階段發現的 階段 但是你沒有寫測試 你就需要更多時間來回 欸 東西其實QE發現沒有修好啊 那你就需要更多時間來回 會有更多用戶在這段時間遇到問題 那這都是組織跟個人的 那更可怕的是 如果沒有QE幫你驗證 那你這個上線的東西 沒有修好就上去 發新問題 那更多的Hardfield需要 就更緊張更難好好的看問題 修問題了 就進入惡性循環 就是前面這邊 更多用戶遇到問題 修復需要更久 更多的損 實際上怎麼避免這麼Hard的情況 也可以看一下SRE的 會提到 一些災難預防 那另一個處理僻能的過程 就當年有個電子發票在年中加碼 就是前面那兩個英文字已經不夠用了 它需要在資料庫裡面加上兩個 新的字圓之類的 新的字軌 那原本的設計 我們在前一年就會寫Code 跑地域買歸選 可是在年中忽然出現的事情呢 就可能有兩種修法 一個就是再寫Code 再寫Test 再布板 不過呢我們最後 另外一個人一起Pair Operating 兩個人一起在普蘭圓環境下 把這個資料庫加好這樣 那其實 不用幾分鐘的事情 只要加倍小心的完成 所以整個Code Base沒有增加也是 而且省掉一個複雜的布板流程 那VCR的概念 這邊講到VCR的概念 就是希望盡可能貼進真實的測試 那用VCR的好處就是資料結構 就是比較不容易出錯 自己首課就容易出錯 那我自己也是有 例如掃一層Dictionary 或是有Typo啊 都有出錯過 所以後來就領略CopyPass這聲 然後貼到檔案再讀進來 不想要錯在這種地方 那有一次P0的Speed 說要修一種折扣好了 那這個折扣呢 是一個 就是在修的時候看這個資料 是一個List 那這時候就會想說 有沒有可能有另外一種折扣同時出現 因為它是一個List 看起來就是 也許處理的第一種折扣還有第二種折扣 可是這個Speed只有說 欸 第一種折扣是這樣處理 第二種折扣是這樣處理 那 那 這時候我就乖乖來寫 Loop 把它 欸 第一種 假如遇到第一種折扣 然後 處理完 然後第二種折扣 後來又有第二種折扣 在這個List裡面 就一樣乖乖的處理這樣 那上線後果然出現這個 看List會發生很久 既然它寫成List 就表示可能 不會只有一種折扣嘛 那這個可能是Speed上 或是整合 就其實在我們的 整合測試環境裡面 是測不出來的 這要上Plation 不幸的才測得出來這樣 不過因為好好的寫程式 這邊就避開另外一個P0 就是 滿開心的 那 這邊一個 小一題就是 欸 你改了程式 再跑CI 你要多久才能得到你 測試有沒有行 如果你改了一行 你就丟CI 做了五次的話 這要三十分鐘 到五十幾萬秒 你以為 就是 欸 是二三十分 那要乘以五 那如果在Python 你可能就 一點一點 就是三十幾秒 那你就是 不算啦 只要切Tape 幹嘛的 那Cumberline 你就是切視窗 其實這樣過去 按上按按 按enter之類的 那我自己的話 會用Watch 我知道 Gioscript 也有一個Jets 可以幫你Watch 那我自己是 自己用一個小工具 那 其實 雖然丟CI 看起來最久 不過其實 例如說出門前 或是去吃飯 先丟個上CI 去跑一下 還不錯用這樣 假設你們現在 不會吃很多資源這樣 那我們環境是可以 那自己用Watch的話 欸 可能就是我一個範例 那其實就希望 HalfEat的時候 每塊一分鐘 是滿滿的感激 那再補一些 再加一些P1到P3的 補動啊 測試卡 那這是 這個講題裡面 最貪心的測試了吧 那他有講到 用了JungleDB 拍攝JungleDB 他用了FaceGong 去Face這個時間 讓你測試的時間 可以寫定值 不然你那個 雷太鬧了 就會一直變嘛 一直變 你就很難寫定值 那這邊有用PyTest 的Parameterize Region 來測每個國家 那這邊測的比較細 他會測讀Sprash 那也會測這個 記憶面 一些 可能 看起來 那麼容易測的功能 你可以試著去Park起來 測測看 然後 這個測試裡面 不只有一個Search 就是 我們 並沒有說 你只能 只是希望說 你測試能夠 測到你想要的 關鍵的 這樣子 我們比較重視 那重複的測試 會重複多少行 那特別用這個Parameterize Parameterize 的套件 主要是PyTest Parameterize 跟Jungle Unitex 不太合 沒有那麼意思 那這邊我們在用 這個 Unitex R的 解法的話 就可以用Parameterize 這個套件 那如果不用的話 剛剛那個測試 就 收寫 就變 這麼 對 多行 對眼睛跟大腦都不好 那越多層次就越容易出錯啊 還要用肉眼DIV 很容易 那我們測試的時候 也想要有整合測試的效果 有時候就是 想要在這時候 做一下機器啊 是不是機器也沒有壞掉 第三方的平台也沒有壞掉啊 如果 我們 就讓CiE直接跑的話 假設 有一天他們真的壞掉 那所有的CiE 所有開發中的專案的CiE 都會受影響 大家都過不了嘛 因為那台一台機器壞掉 那可能 很多專案跟這台機器一個人沒有關係 就 被卡住 現在過不了 那影響整個CiE開發速度 那後來的做法就是 我們先 用PiTest Mark 這個Integration Test 讓只有 不影響開發的Branch 不時跑一下這個Integration 那可能 可以去戳 第三方平台啊 戳我們的機器啊 看是不是 有什麼 意外是我們想到的 這樣子 那一般的CiE就用VCR 錄好Response 就不會去戳 那 大家都可以 假裝順利的跑完 就算對方真的壞掉 我們會有Integration Test 知道這件事情 大家的開發不會受到這個 影響 大家的開發速度不會受到這個影響 那有時候測試看起來 只是把Branch的設定值再測一遍 那有意義嗎 那我個人是覺得 只要它是關鍵值 就很有意義 設定值啊 或是 一些 這個專案的Spec 例如說 數值啊 但是 如果你有寫測試 就會防到 不小心的Typo 或是 不知道為什麼 那邊Merge錯 選到另外一個舊的值 那這邊就真的有防守過 那這邊就真的有防守過 例如 Vrn按Ctrl A 就會幫你 那個數字加A這樣 不小心按到就 那這邊沒有要佔編輯器喔 那 沒有人想要在上了Polation 才發現有Typo 變P0 這當然有發生過 那另外一種P0也是很嚇人 就只測一間店 但繞資料是忘了加filter 就把資料庫裡面所有的資料都 就每一間店都繞資料庫裡面所有的店的資料 真的很可怕 那其實知道了以後 預防就會很簡單 就是 寫兩間店的測試 這有用PyTest Feature 這兩間 要來測這個 這個層次邏輯應該只能撈出一間字 另外這個範例有 測到這個Mark Log 在下面那個Mark Patch 就是Mark Log這邊 那 大家可能會覺得 有需要測到Log這麼細的程度嗎 好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講一下 那這邊是College說有測到的if 這也是真實的案例 就是 我們以為 這個在College上看起來是有測到 因為它寫在同一行 如果Value是出的話 怎麼會測到 Value是False 後面弄才會被測到這樣子 但是 因為 分開寫 這個College才會告訴你說 我這個 這一行 有東西沒有測到這樣子 你的Value是2 測到 Value是False 你可能沒有測到這樣 那我們後來只帶到沒有測到回答 那這是一個 剛剛處理P人的過程 那其實 對每一個功能 或是每一個修正 或是每一個Bug 它們有修到的就是 品質跟速度的影響 然後遇到更多用戶 遇到的問題 就是所有人的 接下來就是剛剛也是有第二點 如果沒有QE驗證的話 就更可怕 就是 每修完就上線 更需要講究 更能好好看的問題 本來要修一個 現在變修兩個 對 那有測試一定 就一定沒問題嗎 當然不是啦 最後還是要靠 組織裡各種專業團隊 的夥伴一起努力啦 14的小小測試 應該是一個 提升基本功的好法 不管對個人的質疑能力 或是對整個專業的品質 跟速度 個人認為都是加分的 那有測試的時候 出色的時候 也可以知道說 自己哪些是有測到 哪些是沒有測到 你可以看著測試想說 到底這邊 為什麼沒有 會比 你看著自己的程式 就是想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動呢 個人認為是 比較清晰了 不然QE團隊又要問說 這個有Unitas 說 欸 自己的良心就 嗯 那什麼都要測試嗎 其實當然無法這樣 最後還是要靠 各個團隊一起努力 那對團隊而言 判斷來就是 關鍵的測試 就很重要 那關鍵的行為 不一定只有 程式馬拉長 像例如說 你以為只是沒有測入 其實那一段 可能就是都 整個邏輯都沒有測到 那 也許那段 邏輯才是 真正的重要部分 最後想講的就是 不好的快 可能不是真的快 一週上限跟兩週上限 可能是一個表面 到最後剩20個用戶 或是剩100個用戶 可能才是我們在意的 那有剩30個技術問題要處理 還有4個技術問題 10個技術問題要處理 都是一個可能要想一下的事情 那總結這個測試 其實就是 預防剩餘治療的概念 那測試 對我個人來說 就是為了速度跟品質 是一個比較好的 也比較好說服別人 那不好的快 又不是真的快嗎 那急的話 還是要顧好 基本要測的 不然你可能會 會越來越急 上限 修好了 反而更急 那 這個講題也一直試著 試著要講一個概念就是 簡單 簡明的概念跟誠實 是很棒的 如果你在測試裡寫的很複雜的邏輯 你可能要想一下 那持續追求有測到關鍵的邏輯 這樣子 看起來是log 可是它可能是這邊的關鍵 好 那 謝謝大家 那我 iShift 持續在招募中 我們有認真的做測試 所以你可以考慮一下 你有成真後端前 是 DN QE 歡迎大家來看我們的直播 謝謝大家 我的講題就到這邊